小校車難道也趕著搭BRT嗎 民眾拍下的照片還驚訝真的是神停車 直接就塞進了BRT站的通道內 但這其實是一場驚險的車禍 校車的車頭撞得扭曲 整部車塞進了BRT人行通道 一輛機車也彈飛到後車站裡頭 車殼分了家 掉出路口監視畫面 凌晨5點多天還沒亮 左邊慢車道這輛機車沒有兩段左轉 就直接穿越到對象的快車道中央 白色轎車來不及閃 高速撞上去 機車跟轎車一起衝進了BRT車站 小校車緊急閃避衝進綠色路面的通道 是給搭BRT的民眾進出站走的 比停車格還窄 兩邊還是水泥護欄 這一撞車半毀 旅駕駛首骨折 還飽受驚嚇 人行通道的寬度才2米2 這回衝進來的是車寬1米7的小車 萬一是2000cc以上車寬超過2米 恐怕就動彈不得了 19很快趕來 把傷者送醫 機車騎士擦傷還有疑似骨折 警方到醫院酒測 他的酒測值0.63 對方的白色轎車幾乎半毀 得賠償對方的修車費跟醫藥費 貪杯又違規轉彎闖禍 不過真的駭人駭忌 記者蔡小剛 詹品宏 台中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